第二题问 当植物面临缺水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先不要看选项 我们就从我们之前所学的讲讲 缺水就是缺水逆境 会产生ABA叫逆境激素离成酸 然后促使气孔关闭 减少水分散失 应该是这样的路径吧 好我们来看看 A选项 光合作用效率会不会下降呢 会因为缺水了 水是光合作用的原料 什么反应需要水 光反应第一阶段 光水减 就应用光能让水分解产生电子 来造成电子传递链 所以水变少了 光合作用的光反应也会变弱 所以光合作用效率下降 是因为你缺乏了光反应的原料水 好B就错了 这时候气孔要关闭吧 减少水分散失 好那你要关闭怎么关 就是甲离子 甲出水出气孔B 所以甲离子浓度要下降 所以C是对的 因为甲离子离开了 造成渗透压下降 水就跟着离开 而造成细胞体积下降 碰压就下降了 所以这体的C是 浓度下降是对的 好 猪血向离层数作用了 因为它是逆境激素 它会造成气孔的关闭 造成甲离子阻动欲出 离开保卫细胞 而造成气孔关闭 所以猪对的 逆境激素作用了 好之后 保卫细胞的渗透压是下降 不是增加 所以C 以血向错了 甲出水出气孔壁 甲一直离开 造成渗透压下降 就是容易变淡 所以水跟着离开 造成气孔 保卫细胞的体积下降 好像一路看起来 就有AC株 会符合你 水分变少 光荣中不能进行 水分变少 逆境激素要作用 让气孔关闭 这样子的过程 好 以上是多选第二题 对 蛤蛤 哦 对 好 这一题呢 最意在于实际选项 我觉得这一单有问题 尤其是实际选项 实际选项应该是保卫细胞的 甲移率程度下降吧 为什么跟一路细胞有关呢 跟一路细胞没有关系 而且问你仔细思考 我今天缺水 所有的细胞都脱水了 叶肉也缩小了 体积下降 里面的浓度都会增加 所以叶肉因为脱水 造成细胞的甲移植被浓缩 而不是降低 这降低应该是保卫细胞 所以这题C有争议 我觉得他写错了 C应该要改成保卫细胞的 甲移植浓度下降 他写成叶肉了 有问题 这是错的 你看他的自己的详解 保卫细胞因为吃水了 膨压下降 对不对 缺水环境造成保卫细胞 甲移植浓度下降 都在讲保卫细胞 又不是叶肉 所以这题C有问题 这题C应该是错的 以上是第二题